好有趣的话题来看看 看得出来他的发型在模仿谁呢 答案是灌篮高手的主角 这次有民众把发型剪成了小瓶头染红色 看起来有点类似樱木花道 设计师说这两个礼拜已经有三到四位客人 指定要剪樱木花道头 也意外掀起一波怀旧风潮 不论是右手运球上篮 或是来个盖护锅抢篮办 每个动作都相当到位 加上这个招牌发型红色小瓶头 您看出来了吗 知名日本卡通漫画灌篮高手 真人版樱木花道出现在你面前 我本身就喜欢看灌篮高手 然后又看到萧青城 因为那个手有关系 然后我本身本来就是小瓶头 然后想说可以尝试看看 张先生因为喜爱动漫灌篮高手 来到台北市摄影区这家发廊 希望复刻一头樱木发型 想不到民众拍下照片 PO上PTT引起网友热议 根本身还原樱木滑道也太像了 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一个篮球梦 樱木的头也太帅了吧 在路上会很好认 晚上都会去打 其实会变成竹木 就是一个红头发 时间染这个樱木发型 需要花上一个钟头 从剪发到两次染发 任何小细节都要做到好 因为只有0.9公分的头发 操作上也更需要技术 价格也不便宜一次又价2000多元 大概三四个吧 这几天就是一堆人就是会想要跑来 然后就询问度蛮多 IG也很多人在问 景点漫画在近期跨足出版手游 如今更有民众跟风 染上一幕花道发型 意外掀起一波话题 接着多学后争论台北报道